It's great 俗话说买车容易养车难 而油费贵也是养车难的原因之一 在我们身边有一个这样的现象 那就是车越开越费油 随着我们的开车技术进步 应该是越来越省油才对啊 为什么汽车的油耗反而越来越高了呢 其实油耗增加找不到原因 多半是由于某几个零件老化了 汽车的活性碳管 养传感器 电瓶和火花塞 这几个零件都是需要我们经常注意更换的零件 它们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油耗 火花塞使用时间太长会导致积碳让它覆盖 会造成点火不足 从而造成发动机的动力不足 增加汽车的油耗 活性碳管使用太久会导致它的老化 和对汽油蒸汽的吸附力不足 汽油无法全部送到燃烧室里 造成发动机加速无力 增加油耗 而养传感器使用时间过长会被积碳覆盖 影响对尾气的检查灵敏度 导致汽车系统判断有误差 从而加大油耗 而电瓶油损坏就会使用燃油的发电 造成油耗上升 要知道汽车是一个精密仪器的组合 每一个零件都会影响到它的运行 每个零件对汽车行驶的作用都是不同的 很多零件我们是不用太过在意的 但是有一些是需要我们注意更换的 这些零件可能影响我们汽车的性能和安全 也可能会增加我们的油耗 所以对于这四个部件 我们要定时更换 活性碳罐可以在行驶到6万公里左右的时候更换 仰传感器在行驶到10万公里的时候更换 而火花塞则是每3万里进行更换 电瓶则是经常检查 出现破损的时候更换